药氏 此案的确不归开封府所下 先将壮旨发还 你回乡再行诉告吧 民女赵判儿 预告新州通判欧阳旭 复义毁婚 贬其为妾而不成 便怀恨在心 谣言重伤 现有壮旨在手 证人证物若干 欧阳主部 你可有辩驳 回辅尊 并无 那你是承认赵氏所述属实了 并非如此 下官不予辩驳 是因为下官认为 赵氏今日 根本就没有资格状告本官 请辅尊详查 赵氏即属前唐县 而下官也已受皇命离京赴任 官籍归于新州 事已开封府 不应受理此案 一派胡言 你我现在身处东京 当然奋属开封府管辖 难道两个外乡人 在东京有了争斗 开封府还管不了了不成 若试涉贼盗斗送 自然归开封府所下 但若只是护婚 便只可由赵氏元及前唐县 或新州受理 府尊熟读律法 必然知道下官所言为是 赵氏 你从实言来 你是否到京还未满一年 府尊荣禀 是还是不是 是 那你与欧阳旭所谓的定亲 也是发生在前唐县了 可是欧阳造谣 毁婚之事 对 我们能证明他毁婚 对 我们能证明 苏靖 若是 此案的确不归开封府所下 先将壮旨发还 你回乡 再行速告吧 府尊明察 这欧阳烫花这么快就出来了 看样子八成这赵娘子输了呀 那他就是无告别 我就说吧 这知书达理的烫花郎 怎么可能取那个开酒楼的女人为妻呢 各大酒楼和茶馆可都传遍了 就这位赵娘子 以前在前唐 那就是青楼的粉头 这么说 那可不就是没人要的见急浪货吗 说谁见的 我没听清 你再说一次 来 你出狱了 怎么样 耳朵 没事了 大夫说了 没有伤到里面的朱枪 只要我尽养一段时日 应该就会好 都是欧阳旭害的 我一定要告到他 你听见他们怎么说我们 就因为我们是女人 是剑技 所以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站在欧阳旭那边 即使我们比他们能干一百倍 善良一千倍 在他们眼里 我们还是烂透了新的女人 原来告他 是为了自保 为了救钱分 我们现在告他 即便是为了洗清我们身上的污水 我一定要让他受到律法的惩治 胖 我相信你 你支持你